標準通常不會太高 所以是要鼓勵你們回去以後 動手算一些東西 數學跟物理的東西 不太可能完全不動手算 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在這裡呢 很簡單的一個習題 就是請你去問 這兩個 運算之間的關係 好 好幾分 我想要知道這個是什麼定義 那如果說這個數字是正常的變數 如果θ是正常的變數的話 當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這個積分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對這個變數做一個translation的話 這個measure是不變的對不對 這是一個通常我們意思 這個就是trivial measure的積分 也就是說 如果我把θ 改成θ plus一個constant hi 那這個不變 那這個呢應該要等於 原來的這個 原來這個等號只是說 把θ叫做θ plus chi 那假設積分的上下線是 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而又因為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的結論呢就是 積分是 translationally invariant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寫成為分的形式 這邊寫的是假設θ是正常的變數的情形 這個時候你會說剛才的話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就可以根據 最後這個equation 知道你的積分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你其實上可以有辦法用algebraic的方法 知道大部分的積分如何因此 而不需要去談那個measure 到底怎麼定義的問題 那現在我們就採用同樣的方法 因為我沒有辦法想像 什麼叫做一個grisman variable的measure 所以我就直接根據代數 這個代數的關係 我要求呢 translational invariants formally 這個條件仍然成立 那不管你是用這個 還是用這個公式 你的結論都一樣 就是說 concent part 跟θ無關的這個部分 應該積分是0 因為當我對θ做一個translation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對 對consent part的貢獻 θ變成θ plus chi的時候 consent part就變成f0 加上 chi乘上f1 但是你又希望積分的結果不變 所以那就表示說 跟θ無關的這個部分的積分 必須要是0 那如果你希望跟 你希望函數的積分不永遠是0 你希望這個積分是n-trivial的話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θ的積分必須要不是0 所以你就隨便定它 是一個數字就好了 那這樣子一來 bθ f of θ 就會變成是f1 所以在這裡其實你沒有什麼選擇 這是唯一natural的可能性 那也就表示說 這個algebra其實有某種natural的程度在裡面 雖然一開始看起來我做了一件怪事 但是之後所有的事情都很自然的發生了 並不是我可以從頭到尾 胡說八道 然後有一千萬種不同的胡說八道的方法 這個是一開始胡說八道 以後就只有一種可能的方法繼續下來 所以接下來這件事情其實是natural的 那當然你會 如果你記得剛才講的尾芬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其實就是 就是微分跟積分 對grasmid variable來說是同一個運算 因為不管是微分還是積分 對於f of θ來講 最後都給你f1同一個數字 但是這個也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人規定微分跟積分一定要不一樣 那畢竟我們這邊的積分 其實我們想像的是定積分 我們並沒有討論什麼是不定積分 好 所以再給一個exercise 如果我們現在有不止一個 variable 我們就叫φ1 φ2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 多重積分 那當然其實你也可以 就根據多重積分 自然的定義去定義怎麼樣 做這樣子的一個積分 那你也可以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operator 它的adjoint operator是什麼 就是我給你一個函數 然後有一個operator 以前呢我們會說這個operator 作用在G上面乘F的積分結果 如果會等於另外一個operator 作用在F上面 以後乘G積分的結果 那我們就說這個operator是B的joint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定義去找 這個對φ的尾分的 joined upgrade 一個是什麼 總之你可以把過去的這個 微積分整個推廣到 Grasman variable的這個情形裡面 那我們以前講群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寫 比如說像我之前曾經寫過 如果對一個spin 1 half的東西 做一個rotation 那你用這樣子的一個 二乘二的矩陣 作用在這個viospriner上面 那其中sigma是一個矩陣 Peta 你會想像它是數字 可是你在檢查這個轉換 到底是不是一個對稱性的時候 其實你也從來不會真的想要 帶實際的數字進去 對不對 你不會說先帶Δ等於0算4 Δ等於1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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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次都對 你才承認這是一個對稱性 事實上就是直接把它當作變數 然後操作它的代數 關係是檢查這個對稱性 是不是真的成立 所以現在你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反正我給你一個代數 你可以運算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定義對稱性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我剛剛說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把Super Symmetry呢 想成是一個Super Space上面的轉換 這件事情其實只有在四維或四維以下才比較簡單 到了五維六維會很複雜 到了七維八維以上 應該就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 或者有人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我們只是為了要給你一點感覺 所以我們就考慮最簡單的情形 0加1維的 0加1維的時空就是只有時間沒有空間 所以它就只有一個時間的variability 但是現在如果我們想像這個一維的時空 其實不是真的整個時空 真的整個時空呢 是除了有這種正常的時間 時數可以取時數值的時空做標之外 還有Grassman variable 就是取Grassman number值的變數 這個才是我們真的時空 所以我們想像我們有一個三維的 叫做Super Space 其實應該還是叫一維 反正就是說我有一個Super Space 有三個變數來跟label它的座標 其中一個是正常的 另外兩個是Grassman 然後我定義一個Complex Conjugation 然後我用Complex的座標 這是習慣 那這樣子以來如果我們要談 這個時空裡面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 t theta theta star 的函數 我們就可以把它展開 對 theta 跟 theta star 分別展開 如果我這裡的 如果我這裡的 sine star 就是 sine 的 Hermitian Conjugation 那麼 phi 跟 f 都是 Hermitian 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會是 Hermitian 這個是為什麼這裡有一個負號 不過你現在也可以不必管這個部分 反正我對 theta theta star 展開以後 最一般的展開就是這樣 不會還有其他的像對不對 最一般的t theta theta star 的函數 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在這樣子的一個時空裡面 寫一個場的理論的話 那它的場就是這個樣子的場 當然這個時候你發現它其實相當於是 就是在原來的正常的一維空間 一維時空的描述裡面 有四個場 有fine 跟 sin sin star 跟 f 所以藉著引入 supress states的Grasman 的方向 我們可以把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說 我們把四個場 organize 在同一個場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說 Global symmetry 幫你organize 事情 所以像我們在講Lawrence symmetry 的時候 我們考慮Lawrence symmetry 的 representation 它的一個representation 把很多量organize 在一起 當你做transformation 的時候 這些量會transform 互相變來變去 那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考慮這個space time 裡面的transformation 現在把transformation寫下來 t變成t prime t變成t prime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引入transformation的參數 epsilon跟epsilon star 然後還有任意的數字 lambda,lambda star 那因為θ,θ,θ,star 是Grasman variables 而新的θ prime當然也必須要是Grasman variables 這才有可能是一個對稱性 那也就表示說 這裡transformation的參數 epsilon跟epsilon star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一個translation的量 也必須要被當作是Grasman variables 所以epsilon,epsilon star 是Grasman variables 所以如果你看到epsilon成epsilon 那它就是0 那我們除了在Grasman variable的方向做translation之外 我們同時也讓bosonic的time坐標做一個shift 那這個shift裡面呢 除了這個number,lambda以外呢 我們有兩個Grasman variable乘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本身呢 它跟所有其他的Grasman variable都commute 因為它會commute兩次-1平方等於1 所以它其實還是bosonic的 那這個也是bosonic的 所以新的t prime跟舊的t一樣都是bosonic的 好,所以你想像我們有一個理論 然後呢 這個理論的時空是 剛才講的這個superspace 而這個superspace上有一個對稱性 是我這邊寫的這個 坐標轉換的對稱性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問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phi,sine,sine star跟f 在這個轉換底下其實會改變 因為我把t換成t prime的時候呢 t prime裡面還包含theta 所以我可以把theta的部分展開來 它就會影響到新的sine的定義 我們如果回憶一下以前的scalar field 以前我們如果有一個scalar field 它的舊的坐標系統裡面 有某一個函數給定 那當你做坐標變換的時候呢 這個scalar field的函數形式就會改變 改變的方法是讓 時空中同一點的這個scalar的值不變 所以現在我們就考慮一樣的問題 我們想像這是一個scalar field 它在transform之前 在super space裡面某一點的值 是某個值 然後呢 我們做了transformation之後 它的新的值應該要跟舊的值一樣 在同一點一樣 那當然新的這個函數呢 你還是可以把它 新的這個函數 你還是可以把它展開 展開的係數 我們現在就把它叫做 這幾個的five prime 谢谢观看 当然sine prime star 就是这个equation序 emission conjugate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在这个superstates的transformation底下 这些量会做这样子的转换 那本来phi跟sine 如果我想像f是boson的话 那phi就会是boson 然后sine就会是fermium sine star是fermium f也是boson 那我在它的transformation里面就会看到 fermium会transform into boson 那boson也会transform into fermium 所以这个对称性的转换 如果它是一个对称性的话 它就会把boson跟fermium交换 那当然在零加一维时空里面 我们看不到spin的这个结构 spin这个结构在零加一维没有办法定义 所以我们就只能谈到boson和fermium的差别 在四位时空里面 我们有spin的时候 自然就会谈到不同的spin的自由度之间的交换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有一个理论 它可以说像是电子这种fermium 它其实跟某一个scaler 有可能是同一个multiplate 是同一个supersymmetry transformation的multiplate里面的量 那在我们的低能量的世界里面 没有看到比如说电子 会跟电子互相transform的spin0的量 但是有可能会在比较高能的 物理理论里面会有这些量 只是说在低能量的时候 因为spin0的symmetry breaking的关系 所以没有看到 好那有了这些transformation 之后我们也可以用比较代数的方法来看 这个transformation的algebra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边其实 已经把transformation写下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transformation的generating operator写下来 我可以定义Q跟Q dagger 所以你让Q跟Q dagger能分别 generate epsilon跟epsilon star的transformation 所以你让Q跟Q dagger作用在 比如说时间上面 如果你把t放在这里的话 它就会给你负lambda star 5 star跟lambda 对不起 Q lambda star theta 对不起 theta star 还有这个 这一项 所以你可以 看到这个是一个transformation的generator 它作用在所有的变数上 不管是作用在t还是theta 还是theta star上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这个变化量 那如果现在我考虑Q跟Q dagger的commutator 你会发现它等于这个number 也就是一个数字乘上对时间的微分 它对时间的微分 它在量子力学里面其实就是hagnetonian 也就是p0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刚才写下来的那个algebra QQ anti-commutator 应该等于gamma 名pnu的这个情形的0加1维的特例 0加1维的时候 我们的Lawrence index 不需要写出来 因为只有一个值可以取 也是0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 你有一个类似的algebra的结构 只是说因为transformation的参数是grassman variable 所以当我把grassman variable提出来的时候 剩下来的Q的commutation relation 就变成是anti-commutator给的commutation relation 所以你就发现你可以把以前的Li Algebra的概念推广 可以同时容许有commutator跟anticommutator 针对不同的generator来说 有的时候你要去commutator 有的时候要去anti-commutator 来定义一个推广的Li Algebra 然后定义一个推广的对称性 那么也就像一般的group theory 或者是Li Algebra theory一样 接下来你就会问 有哪些representation 有哪些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那刚才这个例子只是告诉你构造出一个representation的方法 这个phi sin sin star f形成一个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你在做super symmetry transformation的时候 它们会跑来跑去而不会跑到外面去 但是那并不表示说这是reducible 实际上这个不是reducible 实际上你可以找到更小的 你可以把它拆成更小的representation 那这个部分讲义里面有 但是在这边我们没有时间讲 请大家自己看 那么最后再加一些common 就是说我们在思维的时空里面 我们也有类似的数学结构 你可以把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推广 那么甚至你也可以把这个参数是constant 跟时空无关的参数呢 推广成是space time dependent的grasmid variable 或者应该叫grasmid function 也都可以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看 比如说把Einstein的广义相对论的gauge symmetry呢 推广到有local的 或者说把super symmetry呢 当作gauge symmetry 把super space上的这个对称性 变成是gauge symmetry的对称性 那你这样子得到的 广相略论理论 当然我们会说它也是一个gravity的理论 这种理论我们就会叫它super gravity 那你也有其他的gauge theory 其他的常论 你也可以试着把这些常论都 我们说super symmetries 把它变成超级的 把它变成超对称的理论 一旦你把它变成超对称的理论以后 它就会在量子的行为上面 表现得比较好 那本来有很多量子力学里面 量子常论里面 我们可能本来有很多困难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处理 这个quantum fluctuation的效应 那有了super symmetry以后呢 常常就会变得可以处理 所以super symmetry的理论里面 有非常多很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有很多很有趣的数学的关系 所以super symmetry在物理里面 当然是就很快的就变成一个很大的topic 它也有其他的物理的动机 它可以解决物理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在数学里面 其实数学家也有开始 应该也开始 也已经有蛮久用这个super symmetry的方法 用它们这个技术来帮助它们解决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那我的notes里面有大概列一下 其他的跟super symmetry有关的应用 那当然你回家也可以再尝试 是不是有更疯狂的推广群的方法 因为我们刚才只是讲到把number的commutation relation改成 anti-commutation relation会变号 这是一个很小的改变 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那这些可能性到底会不会在物理或数学里面有用 这个就是原则上都是很有趣的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我就代表我们的organizing committee 谢谢各位同学的热忱的参与 那么请大家把你的意见写在你的问卷里面 那最后我也就同时谢谢这个帮忙的老师 还有同学的教授 谢谢大家的计划 谢谢大家的计划